大家好,我是Sandy 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开始进入到了我们的Linux操作系统这一块 那么在进入到Linux操作系统的时候 我们当然还是要从操作系统的基础开始来跟大家讲解 因为有些朋友还没有这个Linux的操作系统基础 所以在这里我会一方面给大家讲解一些操作 另外一方面也会跟大家结合的原理去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那好,我们现在开始进行Linux操作系统的学习 关于Linux其实我不想做过多的这样一个介绍 因为我们都知道Linux它的一个发展史其实是从1991年的时候 我记得是1991年的时候 91年有一个叫Linux这样的一个人 是芬兰的一个大学生 然后他写了第一个版本的Linux就0.0.1这个版本 当时大概是有8000行的这样的一个代码 8000行左右的这样一个代码 后来他加入了我们的GNU GNU的这样一个开源组织 那么这个组织致力于打造跨平台的这样的一些 这样一些开源的这样一个公共环境 但是又不是Linux的 但是它是基于Linux的 所以加入了他之后遵循了这个组织定义的一个叫GPL 现在也是广泛被认可的这样一个开源协议 GPL这个协议 那GPL的协议其实意思就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 你在做这个系统的时候 它是可以必须要开源 并且允许分享和传播的 而且允许别人去修改 别修改完了还可以再传播 然后只要不作为商业目的 但一旦作为商业用途了 需要付费 所以这是这样一个GPL 这样一个协议的一个基础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开源项目都基于GPL扩展过来的 现在已经到GPL3了 已经到GPL3了 那关于这一块的话 Linux就从0.0.1发展 现在内核好像已经发展到3.4.4了 想经历了多大的一个版本的变化 而版本就是基于内核之上的这样一些 Linux操作性版本据说衍生出250多种 哇太夸张了 所以我这里就不再去讲这个了 因为Linux其实我们用的都比较 即便大家没怎么用过 但听的也比较多了 所以我就不去讲它这个历史了 那么关于这一课的内容 我们还是照旧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一刻我们要了解Linux操作系统的设计结构 了解Linux操作系统的基本概念 包括文件系统进程 熟悉进行Linux操作系统的安装 熟悉VML的工具 并且以它为基础来安装操作Linux 熟悉Linux文件目录 熟悉通用文件系统的结构 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文件系统 那么重点难点是Linux操作系统的设计结构 Linux的目录结构和通用文件系统的结构 那课后一大练习 就是大家安装Ubuntu Linux 并且去熟悉它的一些文件系统结构和目录结构 也有些名思解释 我们后面会用的 包括什么叫文件系统 什么叫文件系统原数据 还有XT3这样一个文件系统 和Swap这样一个文件系统 以及NAT网络地址交换 这样的一种方法协议 好 下面我们开始进入到我们一个特题 那之前还记得吗 我给大家讲过我们的一个硬件在家电的时候 硬件就是启动过程 硬件启动过程 在以前是没有Linux操作系统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一家电 我们就可以到具体的一个物理地址 去读我们写的程序 然后由这个程序来显示我们想要的东西 无论是打印出来还干嘛 对不对 这个就是以前最最简单的 没有操作系统的时候的程序的运行 但是后来慢慢的有了操作系统了 我们很多的工作都基于操作系统来进行完成 那么这时候我们我们的启动过程就发生一些改变 先是加电 加了电过后通过我们的BIOS 因为加了电过后 我们的CPU就要到具体的一个地址 物理地址去取东西 目前对于Linux而言 它定义的是这样一个地址 这个地址是定死的 是直接去一个物理地址去取东西 取到的是谁呢 取到的是一个BIOS 这个时候BIOS是依托于操作系统之外的 然后BIOS又去一个具体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哪里呢 是我们存储空间的手地子 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扇区 如果对我们硬盘而言的话 就是我们的零柱面的零磁道的第一个扇区 就是硬盘 如果用硬盘启动 如果是软盘启动 就也是第一个扇区 那么去到那个地址 去找我们的一个启动入口 那么这个启动入口找到的是谁呢 对于我们Linux而言的话 就找到了Grab 先用的比较多的是Grab这样的一个引导程序 Grab这样一个引导程序 以前我们也用Linux 这些都是一些引导程序 那么后面我还会说到 我们还会用到什么 我们嵌容室里头叫Bootloader 典型的Bootloader是Uboot Uboot 好 这个引导程序下面 它就会去干嘛呢 就会根据它具体的情况 因为这个引导程序 它是知道OK 操作系统是放在什么样的地方的 所以它就开始去加载 我们的操作系统的内核 那么加载这个内核就还有很多步骤 就包括其中一个就是要先去挂载 挂载我们的文件系统 因为有了文件系统 我们才能去访问 才能去存储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下面加载了这些内核之后 我们还要启动什么呢 还要启动一些系统服务 对不对 系统服务之上 我们最后要启动我们的应用程序 对不对 你看还记得我们之前的那个图吧 从下往上的几个级别 应用程序 这样我们整个操作系统全完全加载完了 就像windows一样 我们才看到桌面的这样一个界面了 因为桌面就是应用程序 好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下面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要设计一个操作系统 那我们如何来进行设计呢 至少我们认为做一个操作系统的话 首先最最核心的 第一 这个操作系统 他要知道他怎么去启动吧 所以他跟引导要有一个入口 其次 这个操作系统 他是不是应该能够访问我们的磁盘存储 这个我们称之为文件系统 再次 我们的操作系统是不是要有什么 用户管理啊 多用户管理 当然这个都还好 这个我们先不说他 这个 我们操作系统也可以是单用户的 对不对 然后我们 我们的操作系统 至少他必须 他要跑程序 程序是怎么跑的呢 是不是要加载到内存里面 那加载到内存里面 他是怎么样子来 形式在存放呢 我们称之为进程 当然进程后面 我们又诞生了线程 这样的一些概念 那么 再 再其次 我们是不是还应该考虑 我们在 存放进程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还会有一些 内存管理 方式 对吧 更有顺着 我们对于进程 是不是要进行一个扩展 就是什么 IPC 我们称之为 叫进程件通讯 对不对 OK 然后 这个就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操作系统最基本的部分 同时呢 这也是我们操作系统内核要去研究的最核心的内容 这个以后我们再研究Linux的操作系统内核的时候 也是最核心的 当然在这一块 你愿意的话 你也可以加入网络这一块 所以不同的操作系统内核其实它的内容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也是在不断的扩展 那 那我们 我们现在没法至少从目前来看 我们还没法自己去设计一个操作系统 因此我们就要去选择一个操作系统 选哪个操作系统呢 当然就选择我们的Ubuntu了 在英文翻译叫Ubuntu Ubuntu 鼠标有点少问题 稍等一下 OK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选择Ubuntu呢 其实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 Ubuntu现在是很好的这样一个桌面 以及开源的 比较纯正的Linux血统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红帽现在已经变为企业版了 以前的免费的红帽只截止到红帽9 所以现在的红帽其实开始收费了 所以我们就不大家去用它了 另外就是Ubuntu是Android的官方指定的这样的一个编译操作系统 是不是很方便啊对不对 再次Ubuntu发展很快 它现在已经开始支持ARM架构了 已经支持ARM架构了 所以说这方面我们都觉得用这个东西挺好的 所以我们就来到Ubuntu的官网 就是3w.ubuntu.com 这个待会我们会去用到它 那么在去安装和使用我们的Ubuntu之前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些 我们的Linux的一些核心架构 那么一个典型的Linux操作系统是什么样子的 待会我们会看一下 我们安装完了也会看一下 那么重点是我们Linux操作系统的核心架构 是否像我们刚刚去描述 如果我们来去设计一个操作系统的那个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在网上找了一个图 这里头不是特别全 但是多少可以体现出Linux的一个核心架构 我们还是从下望上看 最下面是硬件级别 包括CPU内存磁盘啊 输入输出设备啊 网络设备啊等等 在这一块就是我们的内核的这个级别 就内核的这个区域 那么这个内核的这个区域主要有哪些内容呢 看 包括我们的驱动 包括我们的驱动 包括网络协议站 包括我们的进程 你看这就进程的这一块 进程管理 进程调度 存储管理 比方比方说我们的内存管理 对不对 还有就是我们的文件系统 这里有个虚拟文件系统 其实这里头做的不是特别好 这幅图做的还不是很详细 但我们可以了解一下 以及中断控制 就是系统调用的接口 什么叫中断呢 说白了就是 当你正在进行一个任务的时候 它中途就会被打断 比方说我们正在执行程序的A函数 这个A函数里头 它还没有执行完 它突然跳到了B函数去调用 那这个也算是一个中断 那我们在这里 其实我们的操作系统 它的守护进程正在跑的时候 我们突然输入了一个键盘 键盘上的一个按钮 那这个按钮就会发出一个信号 那这个信号的话 就会让我们接收到 操行 接收到过就认为 它是一个中断来了 那我们是不是要首先去响应这个键盘呢 你说不行 我要等这个程序运行完了 我再去响应这个键盘 那我们这个键盘 是不是就输不进去东西 对吧 所以这些就叫中断 中途来打断 那么在内核之上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些系统内库 这系统内库和我们的应用程序 这统称为我们的用户级 但是我们要知道 还记得我们的安卓那个架构吗 安卓的架构 其实也是很典型的Linux架构 然后所以在它之上 是我们的一些系统的内库这一层 包括我们的C函数库 包括我们图形界面库 都在这一层 再往上才是我们的 包括我们的 一些应用程序 库和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 像这些是一些UI的应用程序 对不对 这是一些Office KDE和GGON Genome Genome这些和KDE 都是我们典型的这个UI 我们现在在Ubuntu的话 它的界面 使用的Genome 使用的界面 OK 这个就是Linux的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框架的了解 那么关于Linux内核 其实有很详细的这个框架分析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是一张Linux内核的地图 包括 从横向来看 就是系统和新块 还有进程 内存 存储 网络 和用户接口 这是目前我们Linux框架的里面 就Linux内核框架的几个大块 然后从纵向来看 就包括用户空间接口 虚拟的 桥接的 逻辑 等等 暂时我不跟大家去详细说 但你知道 我们的内核 其实就是包括了我们的 包括我们的系统 系统这一块 包括系统核心 系统核心这一块 系统核心就包括了我们的接口核心 设备模式 等等 系统的运行方式 等等 然后进程来说的话 就包括我们进程管理 线程 进程同步 进程间通讯 等等 然后内存存储管理 包括什么虚拟内存 内存访问 内存数据结构 等等 这种存储 就是磁盘存储 这种磁盘存储 就是我们的虚拟文件系统 虚拟文件系统 下面又有其他的文件系统 那么这些文件系统 它的一个设计模式 是什么样子的 等等 还有我们的网络 网络是基于socket的 基于socket的 然后进行协议上面的 这样一些封装 还有我们的用户接口 等等 就包括我刚刚说的 就这些中断 所以这个我们就 大概的了解到 这是它的最最核心的 这一部分 但这部分的话 在后面我们还会去 详细的去介绍 所以现在我不做过多的讲解 那Linux操作系统的特点 其实它的进程和 进程和内存管理机制 是非常优秀的 比Windows好得多 那么Windows我们有个特点 当我们进行比较大的 这样一些文件的处理 或者应用程序的处理 我们CPU是不是常常就会 CPU百分之百 以前对不对 那Linux就不承担这个问题 所以也因为这个一个比较 但是我只是举了一个例子 就类似于这种比较典型的 典型的这些应用 应用特性 我们其实在做操作系统的时候 往往会选择Linux 而且Linux它的特点 就是它对硬件要求是比较低的 因为Linux它的图形界面 是设计在它系统层次去支持的 也就是说它的内核 就要考虑到它图形界面这一块 而Linux它的默认情况下 是没有图形界面的 它的图形界面无非就是进行了一个协议层的封装 就是我们的X-Windows的协议 就是用户接口协议 基于这个图形接口协议上面 我们又做了一些图形的类库和图形的应用程序 比方说我们说的KDE和GNOM 那么所以说的话 Linux如果不装图形界面的话 其实它对我们的资源的消耗是非常低的 对我们的硬件要求也是非常低的 那Windows行不行呢 Windows不行了 因为Windows它从内核开始就要考虑到这一块 我们都知道图形界面加载它是比较好资源的 所以也就是说Windows一开始它的设计 就是相对比较好资源 但是它的特点在以前来说是易用 对不对 但Linux现在也做了越来越易用了 好 这块我就不做过多的讲解 那下面我们就准备我们的乌邦图的安装 那么准备我们的乌邦图安装的时候 我们要先去认识一下我们乌邦图的一些版本 我们进入到乌邦图的官网 在这里它目前已经发不到12.04的这样一个版本了 LTS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Long Team Support 也就是说 是一个比较长的周期的这样的一个支持的版本 也就是说它会可能以前的版本 它可能就支持你一年 就升级到新版本了 现在这些长版本 也就是说在五年之内 你都可以找他们获取一些支持 所以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去用 那我们来看一下得到它 目前它有三个版本 一个是Desktop 就是桌面版 一个是Server 就服务器版 桌面版是安装完了过后就有UI界面的 就Desktop 然后服务器版就是安装完了过后 是没有UI的 那么如果去选择他们呢 其实如果大家到处会跟我今天给大家演练的一样 就因为只有一台电脑的话 我们要用一个讯息来安装这个操作系统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会去安装桌面版 那如果大家像我之前所说的 我搭建了一个编译服务器 那建议大家有充沛的这样一个计算机资源的时候 就可以安装这个服务器版 第三个版本就是我们的云版本 这个云版本其实是基于服务器版本来的 只不过有些程序是它是不安装的 按需来安装 这里用到了亚马逊的一个叫EC2的这样一个云服务 所以这个版本我们暂时不考虑它 其实这个版本倒是要尽可能多的用到网络 我们就先不考虑它 然后在这里我们可以来进行一些下载 先看一下desktop desktop版本它推荐我们下载32位的 当然你其实也可以直接下载 留有四位的 要这样子在运行一些大型程序的时候 要跑得更快一些 对不对 那么它的安装方式有几种 一种是Windows上面直接安装 另外一种是通过CD来安装 同时还有第三种就通过USB来安装 都是可以的 就算三种方式都可以 那我们直接在这里去下载一个它的镜像包 我们来进行安装 那这里我就不下载了 因为我已经下载好了 大家下来过后可以自己下载一下 服务器版本也是类似的 服务器版本也是类似的 然后也可以去下载 但它推荐的是64位 我们都知道服务器推荐的是64位 而且在新版本的Android的编译环境下 它其实也建议我们用64位的乌邦图来进行编译 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要部署Sover版的话 都用64位来进行编 当然乌邦图也有Full Arm版本了 也有Full Arm的版本 目前最新版本就12.04 我这里给大家说一下 其实从10.04开始一直到12.04 我觉得区别不是特别大 所以大家问我用哪个版本呢 你当然可以用最新版本 你也可以考虑直接用10.04 像我以前一直用的是11.10 11.10这样的一个版本 OK好 这个程序我其实已经下下来了 这就是我们下的两个操作系统 一个Desktop版本 一个Sover版本 那本来我是没有打算给大家展示一下 怎么去安装这一块的 但是考虑到有的朋友可能不是很熟练 包括VMWave的一个讲解 所以我花点时间给大家安装一下